所以所有殺人版都是一字 你不要亂拍殺人版 你不要亂拍殺人版 那個鐘其實不是鐘 是一個人頭 你不要亂拍 又來到心理測驗 但這次就是大家想做的 殺人版 大家想做的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 那我就找到一些2011 2011 2011 我未見過的題目 相信大家應該不會見過 因為每一條題目 故事都有一點長度 我現在想著 我不是想著 我是否有潛質性的想法 我是有潛質 可以用他的思維去想 但好像這個測驗是那些 就算你是用他的立場去想 你想到也是 那我看看有沒有潛質性的想法 這次我不知道答案 所以我也會說 你的答案 所有問題的答案 就是他們直接問了一些 已經判了罪的殺人犯 然後是那些殺人犯 吐出來的答案 所以裏面的邏輯和 會發生的額外事件 全部都是那些殺人犯 自己露出來的 好,第一條 內藥的男人 男人和女人坐在橡皮艇 在海上的時候 遇到鯊魚 那鯊魚一來,他們只有十米遠 男人就很急地把女人推進去 還有抽出匕首 拿著女人看 我們兩個便室可以活一個 然後男人很快地 就開走了 橡皮艇 那女人就很失望 對於這個內藥自私的男人 沒有怪他什麼 只是怪自己 看錯人 女人閉上眼 等著鯊魚咬自己 就在這個時候 鯊魚繞過了那個女人 衝過去橡皮艇 然後殺了那個男人 後來那個女人 就被路過的上船救了 那女人發現船長看著海裡哭 然後女人問他 你哭什麼 然後船長就說了原因 聽到之後 那女人就很傷心 跳了下海自殺 為什麼 我猜是那個男人拿個匕首出來 是自殺 因為鯊魚是聞到血 才會吃人 那個男人其實說 只能每一個是想救女人 然後去橡皮艇 讓鯊魚聞到血 然後咬他 我最初還在想 是因為那條鯊魚是有什麼靈魂 但這些說起來之後 我覺得是 那個男人應該是刺自己 但其實他們是笨人的 照著橡皮艇 不有血 叫我一條鯊魚蟲 咬他們了 橡皮艇很快地開手 沒有字 我都明白 拿一條出來 答案跟你們想的 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男人是真的刺自己 然後就是為了救那個女人 船長知道了這件事 所以告訴那個女人 我們通過了第一條的殺人物 我們這樣想是正常的 我們這樣想是殺人物 幾落差 你們是不是全部一聽到這個故事 都是這樣想 你們告訴我們 來吧 第二條 地下酒吧的秘密 是一個地下五層 即是在地牢五層的酒吧 一個很年輕的小伙子 就坐在吧台邊的椅子 很焦急地等著 他的眼睛就是盯著天花板的 中 天花板 中 很有時間觀念 他突然之間好像瘋了 拿手機出來看了眼 然後就把手機擠在地上 然後大哭 救命啊 請問為什麼 難過你上次的那些 中其實不是中 是一個人頭 裏面的邏輯 和會發生的額外事件 全部都是殺人犯自己老婆出來的 你變了揭臉 在上面其實是那個人頭 他叫救命 就是有人死了 然後他看到電話收不到訊號 那就沒有了 那個中 可能就應該真的是中 還是中一直都沒有動過 這個 中一直都沒有動過 他看到電話 過了很久 之後又想求救 他怕救命 之後出事了 你呢 你怎麼看 我現在很害怕 好這條答案就是 男人在酒吧裡等著他女朋友 當他看到天花板的鐘的時候 他就發現上面顯示的時間 是在那裡倒計時 好雪 他想起酒吧裡根本是沒有鐘 所以那個一定是計時炸彈 而且快要爆了 那個男人不想女朋友出事 所以就拿手機出來打給女朋友 但是因為地下沒有訊號 所以那個男人就崩潰喊狗命 你是猜中了 收不到的 原來那個不合理的位置 是被殺人犯發揮的 我只是想個鐘 是計時炸彈 就是被殺人犯 對 我們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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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適合 好恐怖 還有人頭 對 超恐怖 之後那條 媽媽的手 沒有啊 好恐怖 那你聽Beyond 不是很糟 沒有啊 好深色的 很害怕 插著手 小明睡在媽媽睡的大床 旁邊的西床 每一天的晚上 小明媽媽都會在皮裏伸手 拉著小明的手 那小明才可以睡覺 有一天有人發現 小明全家都死了 然後小明的爸爸 被人砍成肉碎 小明的媽媽都死了 小明都死了 那整件事是 小明的手裡 是抱著一個血淋淋的薄浪 就是 這個手 請問你知不知道 小明家裡發生什麼事 一定是煙燒這三個人 我都覺得這三個人裡面 其中一個應該是 噢 我現在想 媽媽是殺人眼 媽媽是殺人眼 她殺了爸爸 她整件事 她想抱著小明一起 哄小明睡覺 所以就把自己的手放進去 抓住她的手 小明睡得著 小明就把他殺進去 然後媽媽最後自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拖著她 再拖著她 就不用打她的手 因為我以為 想法就是 本身媽媽只是打算殺爸爸 然後就先讓自己的手 然後 兒子睡著 然後 兒子因為照顧不到自己而死 對不起 應該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答案 我自己的答案應該真的是 是媽媽 是殺人眼 還是小明才是殺人眼 哇 殺人眼 估計的東西 是你真是想不到的 首先 小明 抱著的是 戴圖的手 原來有戴圖 真是 真的有看 因為那個題目是說被殺死了 戴圖原來是為了殺人 所以要斬自己的手 為什麼要斬自己的手 不直接對死 對死小明 就是小明 這樣打不贏 怎麼搞出來 這樣打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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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殺人 不要殺人 我們不停灌這些答案入腦 其實我覺得 就會扭動自己 原來有正常的思想 對 原來可以是這樣的 不是啊 我會說 真的不行啊 不是啊 很正面 不會是這樣 算了吧 兩位 下一條 這條要7點12分 一個男孩很怕坐飛機 但因為他的工作關係 他不能不搭 還要飛來飛去世界各地 每一次他都很適應不到時差 有一次他去了一個跨州的國家 下飛機一看手錶 然後顯示的是 早上7點12分 他就哭著自殺了 為什麼 不是因為控陪的地方 本來不是7點12分 沒什麼讓他這樣自殺 我猜因為他緊張的工作 然後他的客人 可能約了他開門會 他調轉了AM和PM的時間 那間工作如果做不到 他就公司倒閉 破產 那間工作 一定不是殺人家 一定不是 那間工作 他是下飛機的 下飛機 下飛機的時候 他應該知道不是這個時間 即是去好地方 對 但為什麼會去錯地方 有機會是 飛機 被人騎 他可以下飛機 除非他整個過程都睡著了 恐怖分子也放過他的飛機 對 還是其實他這次不是出差 可能他回家或者出差 誰知道他看錯了 一些不可玩的 或者是他未婚 未婚妻 就跟他結婚 不知他就同窗 被搏 然後就識穿了 接受難保 就自殺 想不到 因為是這樣 我決定要看答案 由於是跨州的國家 早上7點12分 可能就是當地的晚上 可能那個人 由於眼睛本身就不太好 對於視察的現象 沒有反應過來 他以為自己的眼 因為過爐而失明 所以就自殺了 蛤? 是不是躍智的? 對 我覺得他躍智的 要是國家部門外 看不到月亮 對 是不是躍智大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用下飛機自殺 他在機上自殺 對 飛機應該可以看到的 而且他一定是眼睛 但是不要緊 不要緊 因為這個 真的是殺人犯 才會想到的邏輯 對 那殺人犯都是虐智 對 所以什麼殺人犯 所以所有殺人犯都是虐智 對 你不要亂說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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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博物就算了 不會 下一條 有一個保險佬 他收工之後 就去超市買聖誕禮物 送給自己的女朋友 他最終買的 就是一個客戶有月亮圖案的信 銀掛線 出回超市之後 他就看到一個小姑娘在路邊哭著 就打算走過去問什麼事 突然發現那個小姑娘 空前有一串鎖匙 第二天 警方發現小姑娘全身赤裸地死在街面 你先說 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 我覺得那一串鎖匙上是有月亮條色 那個男生最後殺了那個女生 因為他以為小姑娘殺害了她的女朋友 因為他偷了那個條色 所以就 沒有啊 我只是想 這個男生看到那個女生胸口那條鎖匙 很漂亮 想拿給女朋友 我以為你會想什麼樣子 不想殺人 很明顯那個保險佬是 張開不了單 好像買一個新的釣飾 如果小妹妹的三串鎖匙 是可以插入女朋友的月亮釣飾的話 那她會不會想開 然後就像小姑娘的頸子 來了 好複雜啊 好複雜的鎖匙 但是 有一點點是可以插到的 保險佬想女孩的父母 跟她搞保險 於是就殺了那個小女孩 之所以要的全身赤佬是想 所有人都知道那個女孩 是有人殺而不是意外 空手拿走了她身上所有東西 包括鎖匙 這樣女孩的父母就會知道 鎖匙是落入了空手手上 排除意外丟失的可能 如果不是不小心不見的話 那就會很害怕 怕什麼呢 因為怕空手有可能會用鎖匙潛入她的家 這個時候保險佬就可以說服她的保險佬 那她是不是保險佬殺了小女孩 是的 保險佬是搞了很大堆東西 就是要她們問外開單 開單 不是 不是潛入她在她的家裡偷東西 而且她們開單收益又不是她 那怎麼辦 光顧自己賣 但是一賣之後就要累 她的業績都想有多差 是嗎 是 只是一賣 她純粹是想女大陸沒有害怕 那條鎖匙沒有了 而不是說 阿賊會進她的家 走 換鎖匙就可以了 是 報警換鎖匙就可以了 唉 真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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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剛剛的我們 MSN頭獎 一名有前科的男生 剛剛在警局回家 她由於某件殺人事件 經常會被警察拿回去培訪 但由於證據不足就放了她 回到家之後 她就網上一樣打開MSN 跟人聊天 忽然發現一個網友的頭像 看一件髒的黑色西裝 她馬上衝出去買了一件一模一樣的西裝 但顏色就是白色的 分色原因 我很害怕 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當然 白色西裝會不會有什麼原因 這是什麼 那是不是想 教我 我覺得是不關教我 我只是掩飾一些東西 她白色西裝如果要殺人 可能會很容易 沾了這些顏色上身 那網路就會跟網友的黑色西裝差不多 對 那就可以教我給那個人 但是自己一件白色西裝 可能是 確保自己我沒有 我沒有沾了任何東西 我會清白的 找個人 就把你包起來很骯髒 我這個時候就是想 我又想跟你講講 好 你去講講 去講講 我真的可以洗得掉 殺人家幫忙 好了 答案 應該跟我們想的很不同 我覺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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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了 殺了人之後 血都會淺到自己的衣服上面 穿白色西裝是想證明自己是沒有殺到人 因為很乾淨 我待會就先買個白色西裝 最殺人還放上網友 如果我們有一天 三二天之間 在任何場合 看到阿K 穿白色西裝 包括結婚 哈哈哈 我們就知道什麼事了 我們就知道什麼事了 你不要穿件黑色西裝來 對啊 穿得髒了 我穿運動衣服過來 哈哈哈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騎中 我們整集 好像騎中的人 阿K是騎中了兩三次 騎中 他不是騎中 但他有一條色是存在的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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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淺眉花 哈哈哈 因為他們這樣也很擔心 明天我突然就沒有空花了 不不不不 是明天突然之間 可能小雪站在那邊 突然有一系列的影片 只有你一個 然後你穿著白色 白色西裝 哈哈哈 有天突然間穿白色西裝 有一天突然穿白色西裝 如果你們答中的話 不要發醜留言告訴我 你是答中的 是呀 然後我就會撞到你了 哈哈哈哈 你在很多時候都怕我放棄了 作答 所以其實你才是最危險的人 我想求求 好害怕 你怎麼看 寫我的手 我現在很害怕 媽媽的手 啊 啊 然後就教我 是我這些好像 好像中毒的人 好像中毒的人 你才是最危險 你想想哪有人 明明殺人事件 跟你說 我的衣服比較乾淨 好 那 你小心 好害怕 好害怕 今次的殺人法心理測試 就到這裡了 那下次再有的時候 會再拍給大家看 那大家記得 Follow我們的Facebook 和IG 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心理測試再見 拜拜 拜拜 OK啦 走了 這裡讓給你 拜拜 哈哈哈 哈